我就不去一一比对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首先因为行ID不可以重复 所以我去多做了一个重复性的比较 再来订单ID 它是可以重复 你看在这个地方 有看到这几笔 一看就知道它是可以重复的 当然订单ID可以重复 对不对 好 我们不能规定说 那个客户就是 一次给我们购买几项 但是你要知道说 它可能会开在同一张订单ID里面 就全部都会呈现 还有日期 好 日期稍微讲一下 通常我们在做这个订单日期 通常我们在做这个订单日期 你怎么检查这个资料是对的 那无非你要检查几件事 第一个 请问一下 你觉得这个订单日期 我们排序一下 看看说它是不是2017到2020年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用排序 这我想大家都会 常用排序 从最旧到最新 好 点下去 我想这应该没问题 2017年1月1号 最后一笔 好 拉到最下面 2020 12月31号 很棒 就这4年 所以我检查完了 真的检查完了吗 错 我觉得你确定里面 有没有1月32号 有没有2月30号 好 老师那我就 我用肉眼去看 对不对 你先想到说 我还要去看看说 有没有1月32号 1月33号 那请问你要用肉眼来看 你要看到什么程度 你才会认为是对的呢 那我现在要告诉你 其实 其实不要用肉眼来去观看 而应该要透过一些技巧 但是